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教 生动活泼联合创始人 欢迎收听今天的硅谷早知道 我们今天算是一期bonus节目吧 我们连线了两个嘉宾 一个是华盛顿驻站记者音乐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Richard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发生的一件 也算是历史上的 不多见的一个事件吧 四大科技掌门人像是亚马逊的贝佐斯 苹果库克 谷歌的皮柴 和脸书的扎克波哥 他们首次同框 一起参加了美国国会要求出席的 一个反垄断反托拉斯法的听证会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听证会上大家都说了什么 欢迎来到生动活泼传媒旗下 硅谷早知道第四集 这个世界因科技创新而聚别 那就请和我们一起 在最前线观察科技创新 所带来的变化 影响和机遇 我们先说一下吧 为什么是这个突然好像 把这四位聚集在一起来聊这个事情 今天这个听证其实是基于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的一个 叫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 应该是国会级的调查 有一个议员叫Cicilline发起 他其实这个调查主要的目的是 来看这些科技大公司 在他们平时的业务当中有没有涉及到 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除了这一方面之外 还有也是检验一下现在美国现有的 反垄断法还是否适用 对比像这些科技大公司 可能他们有一些行为 是不是处于一些法律灰色地带 然后今天这个会 其实听证一共持续了六个小时的时间 有点是非常惊人的一个程度 然后据说是这些议员准备了上百万页的材料 然后经过了上百个小时的采访 国会听证的核心问题就是觉得现在这些科技公司已经太过于强大 不能去忽视他们的影响 但好像监管又总是不够 而是觉得现在这些科技公司已经一方面是威胁到了整个市场的竞争 一方面也是威胁到了这些消费者的利益 而甚至有的人说 比如说像对于言论的一些筛选 我们就是说可能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民主等等 所以是一些非常宏大的命题 对Richard你是应该是基本上看完了是吧 对因为我的角度跟音乐正好是一东一西 因为我在硅谷 所以平时其实跟这些大公司他们的这些动向观察的比较多 因为国会那边我们不懂 没去过国会山 但是硅谷这边我们是常看 然后看到这些公司他们平时的状态 其实今天的整个这个听证 我是在YouTube上面看的 第一次了解了一下这种听证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每一个人提问 搞得像这个跟这个奇葩说辩论会一样的感觉 然后确实是旷是持久 对先这个正方陈述 然后每个人陈述了大概五分钟 然后再辩论 对 加上前面等待的时间 更是这个七八个小时了 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这个媒体呢 这个我看今天这个新闻上面写到这个 就是说几位CEO啊 Grived by the Congress 就是被这个国会考了一下啊 放在火上考了一下 所以他们压力可能也是比较大 现在 然后其中很多的这种问题吧 我觉得大家讨论的也一直是有啊 因为在硅谷这边 我们其实讨论创新的一个困境 经常讨论 就是说这些大企业 其实对于创新的垄断 已经让硅谷有一种发展停滞的状态了 因为大面积的这个人才 数据 所有的这种market channel 包括这个信息 这些东西都高度的集中在这些硅谷的大企业里面 尤其是这四家企业手里 所以这就让小企业 做一个新的一个创新 去超过这几家大企业 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像我们平时经常说的一些 像AI赛道 像搜索赛道 然后社交赛道 其实大家都已经默认了 与巨头去抗争 是一件几乎对小企业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对 但其实一开始 大家在陈述的时候 像是贝佐斯 然后像是皮柴哥 他们两个其实一开始 都是先叙述了自己的一个小说的凄惨经历 其实自己是从无到有怎么样穿立这个帝国 但是贝佐斯了 那皮柴哥就说 我怎么样这个 从印度的一个贫苦的家庭 这个长大 然后怎么样接触了这个互联网 改变了我的一生 对吧 但其实他们主要是表现的一个 确实是 普通人 任何人其实是还是可以创新的 而且包括像是贝佐斯 他是说 我们其实只是占了 美国的整个在零售 只占了百分之一 对吧 所以他其实是说 我们没有垄断呀 你为什么说我垄断 就没有根据 然后他们其实还互相甩锅 对吧 你说这个Facebook说 我们跟Google的这个 在互联网广告上面 我们就是这个 是小弟弟 他们才是大哥哥 对 反正一度搞得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挺 我来看的话是挺高笑的 对 挺搞笑 我看那个 就是有一些片段极紧 包括美国媒体的解读 他们都觉得 其实今天这四大巨头 是重点在强调自己的爱国主义 并且不论是说 通过这种爱国主义 希望能够 就是让自己 首先出发点是正确的 还是怎么样 比如像苹果一直在强调 我们给美国提供了多少的就业 等等 这些 我觉得就是其中在 可能从国会这边 大家更关注了一点 就比如说像民主党 可能更关注的是 这个用户的数据安全 比如他们就会在说 贝索斯今天这个 非常著名的招供 说我们是有一个保护数据 这个第三方数据买卖 不会侵害用户权益的政策 但是我也不能向你保证 这个政策就从来没有被违反过 对今天他招供了好几次 对 然后说小扎是2012年邮件里面 直言instagram是他们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 然后就把instagram给买了 然后小扎说 我是觉得他是竞争对手 但我们当时交易也是通过了审批的 对 当时今天听证会里面 其实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说的非常的 让人觉得非常无语 首先是听证会的这些议员们 拿到了非常算是隐私的数据 就是说小扎那个时候跟团队 跟sandberg这些人他们发的邮件 包括小扎给snapchat创始人 这些以前说过的一些私信之类的 说有这种威胁意味的私信 说partners or competitors 你不跟我合作的话 我就跟你竞争 就这种意思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会确实这一次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从明的到暗的 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在会上抛出来了以后 明显感觉到这几位创始人 或者是掌门人有一些环节上面 明显的是手足不错 就刚才我们音乐讲到Amazon Amazon认罪了两三次 有一次还具体说到了一个什么尿布 还是什么的一个产业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他说我回去我也要看一看 Bizos 所以感觉Bizos感觉非常的不自信 这种感觉 我觉得也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关于苹果商店和开发商之间的那些冲突 关于苹果商店 就是苹果商店的政策 其实这次是苹果被国会grill 就是烧烤的这个重点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好像关于苹果商店的这些开发商政策 好像美国有很多的机构 都在向他们发起调查吧 是的 就是苹果商店的这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真的能看出来 两边在讨论商业公平的时候 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 或者一个坐标系上讨论的 国会今天在质疑的时候 明显就是说你们Apple 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对吧 那你这个在苹果商店里面的这些APP 同时在跟你苹果自己的APP在竞争 那到底谁赢谁输 那这个谁能获得资源 谁能获得更好的ranking 这个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苹果就是说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open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 然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公平的竞争 苹果说的是说 所有的这些APP的developer 这些开发者 你们之间可以互相的竞争 但是他把自己摘出来了 然后国会讲究的是说 我要有一个绝对公平的一个商业竞争环境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库克又要讲了 就说那你要是真说从国家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绝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那我们还有安卓呢 还有Google在后面的 对吧 那苹果也不是说唯一的平台 我们还有这个除了手机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们有这个电视 对吧 有这个这个VR啊 这些东西 我们苹果并没有垄断 就明显感觉到 这两边在说事的时候 这个这个参照系都不一样 对 对 库克我觉得他是比较 靠的比较平静的 再就再陈述了一些数据吧 你说他说 我们不管是这个 跟海外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手机厂商比的话 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都不是第一大的 这个小数量 你说跟三星 华为 甚至是小米比 对吧 你为什么说我们垄断 然后他又举了数据说 你说我在这个开发 苹果APP应用商店里面 造成了垄断 那其实也不是 我们自己的应用 只有60多个啊 但是在我们苹果商店里面 有这个170多万个应用 凭什么说我们垄断 最后看下来 你是觉得这些CEO被问住了呢 还是战胜了 谁表现最好 我自己有一感觉啊 就是说如果今天 这四个人的表现的话 全程我看下来 我觉得从接受质询的 质询的这个频率上面 和他们回答的 这个状态上面来说的话 我认为Amazon的状态 可能是这次受到影响 比较大的一个 崩盘了是吧 对有一点崩盘 然后首先他接受的 质询的问题最多 而且他的产业 本身来说的话 就是跟民生 最相关的一个产业 因为他是做的是这个消费 所以电商消费 这个方向是跟民生 跟小企业主最相关的 所以Bizels这一块 他肯定是受到问题最多的 然后我觉得 他今天回答很多问题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或者说是一个 比较明确的回复 很多问题也是模棱两可 回去我要再做做功课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 可能整体来说 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看另一头 另一头我觉得 表现最好的是Apple 也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Apple 受到的质疑最少 我觉得Apple在今天 库克你没说几句话 另一个就是Apple所处的产业 同样的两个维度上面的考量 所以我觉得 Apple受到的质疑 包括Apple的手机制造 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质疑 或者是问题 其实Apple在今天被提出来的时候 是作为整个世界最大的 移动终端制造商 被提到这来的 但是其实手机的制造 是完全没有被质疑 只是质疑的它的一些生态 它的iOS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受到影响 可能比较小的会是Apple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 最后的结论 然后今天你看 最后Cicillian议员 在他的结论 下的结论是说 我们今天起码弄清楚了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这些企业 都存在着 或多或少的垄断行为 然后我们至于 怎么去整治他们 这个是我们后面 需要继续讨论 或者继续听证的 这个稀疑多了 听证会有可能会持续很久 然后今天他们也说了 说这个还有这个97 days to the election 对吧 这个离最后大选结果出来 还有可能就三个多月了 那在这三个多月里面 几方根据他们不同的诉求 那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这个系往不同的方向去导的 这个音乐就比较熟了 对啊 因为你觉得他们现在 这个时期搞这样的一个听证会 是怕这样的大的平台 其实是对大家在政治上面的 一些观点会有一些偏向 或者是BIAS吗 我觉得其实今天 也有人提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现在这些 比如说可能Facebook 这方面会更受关注一点 关于他对于一些言论的筛选等等 其实这个就跟最近一段时间 推特把大统领的很多 推给打上标签啊 包括把他儿子给禁言了 多少几个 24个小时 12个小时 这些事情可能会 让人更关注这些一点 但我 因为我今天看这个听证 大概六个小时的 冗长的这个听证 倒让我想起之前 有几次国会也是去进行听证 但是关于新冠疫情的应对 也是把这些 包括像福奇这些 知名的这些专家 都请到国会里面 然后又是一问 就问了五六个小时 到最后也没有得出什么 就是新的一些结论 就像一场大型答疑一样 然后包括像之前的那次 对小扎和对那个 皮柴哥的听证也是 其实到最后 你并没有说有一种 结论性或者决策性的东西出来 只是一场大型聊天 其实像这种 Public Hearing 就是一直以来 都被很多人称为 叫做Political Theater 就是它是一场政治 政治秀吧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翻译的话 政治剧场或者政治秀 那在这个其中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 为什么 我们就是有些人 为什么会问 这么基础的问题 你自己Google一下 就都知道了 虽然他们也在 质疑Google的结果 是不是公平 但是就是一些 很显示意见的结果 但可能他们是想通过 这样一场Public Hearing 更多的向民众去表达 我作为你们的议员 我们在关注的是 什么样的话题 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的话 可能在这样一场 Hearing的最后 达到一个结果 就并不是他们 最首要的一个目的 可能更多的 就是想展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社会监督的机制 或者address一些 大家都有的concern 然后我是看这个CC议员 这个Cicilline 好像是8月份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再根据 这一系列的调查 再发一个新的report出来 然后如果这个report出来的话 好像是说 这可能是国会 到目前为止 就是第一个有的 关于这些科技大公司 一个比较具体的 一个管理的措施 对 今天其实在这个现场 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很多的这个议员 提问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议员 只有五分钟的提问时间 中间有一个 独秒的一个时间 非常严格 你有五分钟 就是五分钟 不能超时 然后很多议员在问问题的时候 其实并不需要CEO去回答 就是CEO可能还在 支支吾吾 没有回答好的时候 他就说 说那我要下一个问题了 我要move on了 我要抛出来更多的数据 和我更多的这个质疑 其实更多的时候 是感觉这个双方变手 在陈述一些五分的观点 并不是说 真的要是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 所以从这个现场 是能看出来的 但我觉得今天气势更强的 可能是小扎了吧 我觉得他一开始 他的整个这个陈述五分钟 我就觉得是蛮有气势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 他已经经历过好几次 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我们没有垄断 我们就是没有垄断 我们觉得正经的竞争 我们就正经的竞争 我觉得他是现在有一股 这个气势在了 因为小扎在行业里面本身来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会考量政治因素 然后去迎合政客的思考 不光是美国还有中国 这以前老周以前做演讲的时候 讲过 说他们当时去小扎 这个办公室去参观的时候 发现小扎办公室 桌子上放的有中文的书籍 专门让他们看到 其实扎克伯格连办公室都没有的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 小扎是一个很会去引导 他的观众的一个人 然后你看在今天的回答中间 对于并购和不正当竞争的 很多的质疑里面 其实他也是逼中就轻 甚至在一些其他一些更敏感的一些问题上面 直接把一些别的接受听证的小朋友们 其他的随意又推出来 比如说推出来这个Google 推出来Bizos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小扎 确实是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花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本场的表现最亮眼的选手了 但他有几个问题 他是没有直接回答的 像是说有一个议员说 你们在审查一些你们平台上的内容 然后这些审查的这些人员 如果他有不同的这个政治观点 比如说是可能偏于保守的 然后有一个人是被fire掉了 是被解雇了的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一直在说 谢谢你这个参议员 这是个很好问题 然后谢谢你 然后就说了很多这个有的没的 然后时间就过去了 这等于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就是因为这个练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功力了 但是相反来这个贝佐斯 他就傻傻地认了很多 不应该认得问题是不是 我觉得贝佐斯今天的表现 让我想起布鲁伯格 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 的那种表现 虽然不是说拿他们两个来比 但是我确实觉得 有的时候好像你会 就是没有意识到 他会在这样一个场合 公开被质询的时候 会招架的是如此的不周密 这无力是吧 是吧 就你会想他家大业大 然后就是会把一个产业运营 到如今的这种帝国的状态 可是当他被质询的时候 他却如此轻易地就被问出东西来 说错错 真的是 对因为我今天Richard 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跟我在说 大家有没有看这个 赶紧打开看 然后我就看了一会儿就发现 我觉得这些政客 其实是特别侃侃而谈的 然后都是有备而来 跟机关枪一样 狂问问题 然后这些CEO们 就稍微是有一点 这个顾左右而言他呀 或者是这个吱吱吱吱呀 然后就完全是没有一个CEO 特别挥斥方球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 很多这些 他们收集的证据 是完全他们没有预想到的 或者是他们就是 在这个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觉得可能从华盛顿这边 感觉来看 因为你像国会 就是他每天会公布的议程里面 都是各种各样的hearing 本身他就是这样的一种debate 和argue的这么一个 一个天然的环境 所以对于 对我去质询你 但是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我天然的使命 就是在做这种argue和debate 但是对于这些CEO们来说 可能这个反而是 他们比较少处在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觉得即便说可能运营公司 也不可能是一派和谐 但至少不会天天 就是坐在一个地方 被所有人指着 但是问你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回事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小扎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他可能经历的这种场合 要比剩下的这几位 确实要多一些 所以他慢慢的也会 就是develop出这一套的这个mechanism 其实我记得好像小扎 在最开始来参加听证的时候 好像也就是 也不是说是今天的这个水平 对去年的时候也是很蛮糟糕的 然后其实在硅谷这边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有的这些公司 他们都有这个JR团队 就是这些人从这个化妆打扮 今天要穿什么 一直到这个 我今天还专门看了一下 几位这个领带打怎么样 你看有些人领带打就挺歪的 有些人就打挺好 但是这这车远了 就是说从整个的外面的looking 穿着打扮 人靠衣装 一直到他内部该讲什么样的问题 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这种情况下面 都是有很多的团队 来帮着他完成这件事的 然后你看到中间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就是中间在休息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议员就说 我们下去我们要商量一下 同时你就看屏幕上面 所有的这几个ZU全部都走了 也开始跟他们团队开始商量了 然后就进入下半场 就有一种真的是边论赛一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看今天的这些议员 其实他们之间打到这个点非常的刁钻 或者是非常的强势 有的人一上来就说 你凭什么关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账号 对吧 那这个明显就是共和党的人 是关了他儿子的吧 对吧 不是说是 就只是删了特朗普的一个推特 对对对 就是团队的这个账号 对删他一个推特 然后两党这个攻击的这个点呢 也不太一样 然后你看这个民主党 其实今天主要攻击的是 他们这个不争当竞争和垄断 是在这个商业层面的 共和党这个抓的主要是 这个信息滥用的这个事情 就是打了一个国家安全 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所以这两党之间打这个牌 明显感觉到今天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有那么几个这个 我当时感觉到比较 攻击比较强的几个议员 回头一查 发现都是共和党 都是这个川普手下的 对他今天其实主要好几点 就是这些平台 特别像是Google和Facebook 他们怎么样能够 确定什么样的这个信息 他们需要把它删掉 因为确实也是 像这样的一些很多大平台 他们经常会把一些这种言论 包括最近的这个抢绿葵的这个药品 然后在美国有一个医生的这个团体吧 他也是在这个最高法院前面 然后做了一个像的发布会 说这个我们就是在前线的这个医生 我们觉得这个药加上这个新 然后加上另外一个叫什么霉素来着 然后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在一线其实是给这些病人 一直在用这些药 然后这个视频其实传到了 像是YouTube和这个Facebook上面 很快就被这些平台全都删掉了 今天也有这个议员直接是质询Facebook 然后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删掉 你难道你不能说是让大家 其实自己去分辨 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新闻 然后这个小扎就说 我不想让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特效药 然后你吃了就能把这个新冠治愈 所以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们就把它直接删掉了 但是如果是这个话题 我们是可以说互相来讨论这个药效 到底是有没有用 或者是他们现在讨论一些 这个临床的一些实验 我们是不会把它删掉的 所以我就觉得在保守派的这些 这个共和党的这些议员 他们确实是有一定的 这个政治的角度在出发 说我们肯定是要在大选前 我们不能让这些大的媒体平台 然后都是一边倒 要把这些事情 让所有的这个人民都能够看出来 其实这些大的平台 他们是怎么样在判断 什么样是可以发出来的 什么样是被删掉的信息的 但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些话题 不论说是你像那些 关于这个商业竞争这样 可能相对于来说 比较专一点的话题 还是说像 就是这些大型社交媒体平台 你有没有权利 或者你该不该有这个权利 去做这种道德评判 或者实时评判的这种话题 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 我觉得应该是在 其实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 关于社交媒体平台 是否该受到这些约束的讨论 就一直有 因为如果你说OK 所有的平台都不该去做 这个arbitrary的话 那比如说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发了一条非常有影响力的 谎言的帖子的话 那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 那你平台是否需要去承担责任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 就回到今天这个咨询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现在的这样一种 从立法机构的角度来说 你对这些科技大公司 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 你有没有足够的约束 然后这样一种约束 会不会你在约束它的同时 可能你解决一个问题 又创造出两个问题来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今天这个有点像是 比如说华盛顿的这种 从政治啊管理啊 这方面和硅谷这种突破的速度 已经不再是完全由人来 就是掌控和能够预见的 这种创新速度之间的一次碰撞 对 尤其是现在从业务层面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像谷歌啊 Facebook啊这些企业 其实他们大部分的 这个公司的业务 其实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这个level的都已经是无法分割开了 那比如说的话 那我们Facebook现在能看到 我们在Facebook上能看到这个用户 然后广告啊 然后不同的这个背后的这个AI的数据的这些逻辑 这些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是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 或者说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你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单独的给拿出来 某一个地方来说事 或者在某一个环节里面加一个监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 国会在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们很多企业去拿这些数据 但是企业他们理解的方向是说 我们拿了这些数据了以后 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客户 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这两边就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了 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是说到底切断了你们这些企业 本身生长的一个方式或者道路 还是说是你们得套上一套枷锁 那这个就是大家需要讨论的了 我觉得 其实我倒有一点还挺好奇 因为我记得之前参加一个就是关于经济的那个论坛的活动的时候 就有人提问 说那个就是关于数字货币这方面 就说其实现在各个国家 不论是政府相关的部门也好 还是这些经济研究机构也好 其实对于数字货币都没有一套真的特别成体系的 不论是监管措施也好 还是这种研究的模型 那从这点上来说 会不会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种人类社会机构的这些部门 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人类的创新的步伐的 那我觉得其实套到这个华盛顿和硅谷之间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点 像其实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Twitter这些公司已经都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了 然后我们在现在2020年才还开始讨论 我们要如何去立法来对这些大公司进行更符合现实的这种监管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你们会觉得其实从各国监管上来说 对这些都有着一定的滞后吗 对对对 你没有见过哪个国家是政府是特别创新的 他们都是在有了创新之后 我来说你好像哪做的不太对 对吧 都是这样子的 对啊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互联网和市场 然后甚至是这个中端用户之间的一个矛盾了 政府有的时候在这个矛盾里面 是处在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到 可能他们是在这个技术上面是最后的这个Adapter 然后经常大家讲这个互联网的技术 这个Adapter最快的是什么 是Pornhub这种公司 说是大家的人类基础的欲望 是催生新技术推进的铃铛妙药 但是政府往往在这些上面扮演的是一个这个马嚼子的一个角色 或者说是一个刹车的一个角色 提供的是一种监管和控制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忘了谁说的了 是不是小扎今天在听证会上面说的 就现在这些互联网公司 那其实这个很多 他们都不是说是这个传承下来 你不是说是我是这个洛克菲勒集团 我们这个石油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 对吧 他说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从各种各样的竞争 这个创新长出来的这样的公司 然后你说这个美国也是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这个 你要数全球的可能最富有的一百个人 可能一半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对吧 并不是说是这个垄断是长久持久存在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些创新 或他们的这些这个竞争 也是代替了很多之前 可能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的一些垄断的企业 他反正态度就一直就是 你们这个在说的这些就是根本是无稽之谈 我不同意你说我没有垄断 我没有垄断 是这样子 我觉得也可以值得大家来多多方思考吧 对啊 我觉得其实突然想 如果说监管部门的这个创新速度 能高于科技公司的话 姑且不说这个在现实里面是多么的不可能 如果它真的可能 那也太可怕了 也不太可能 对啊 所以其实可能我们觉得六个小时的听证 下了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但它这个也不是一个说有具体的答案的 就是有一个领单标要一个配方 你这么做了就已经能够达到目的 而且看看八月份那个Cicilline新的那个report出来 他能propose什么吧 看看 看看国会从起步阶段能够先制定出一条什么样的管理雏形的模型 没错持续关注啊 嗯嗯好嘞好嘞 那感谢今天两位很快的给我们来连线这个话题 好的谢谢戴安 谢谢两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期节目除了主播和嘉宾 也感谢我们团队的迪卡布里辛和Luke 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节目后期制作 还感谢小爱 她是每次将音频上传到各个平台的人 她同时也是生小英这个账号背后的小伙伴 同时也感谢紫山和Amanda 是他们每次将音频整理成了文字 并发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如果大家想要长期关注我们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 生动活泼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 也请您支持我们 例如在您所喜爱的音频平台上 点赞打分 或者通过打赏的方式支持我们 打赏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以及网站shengfm.cn shengfm.cn上都能找到 当然也可以转发给您一两位朋友们 让他们也听到这档节目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报道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